在三国二十四名将中 徐楚位列第八 在黄中之后孙策太史词之前 跟他并为曹操两大保镖的典位 更是排到了第三位 居然超越了关羽马超张飞 典位没有打赢过任何一位有名上将 战将记录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排在第三位显然是过于虚高 他是被一帮小卒子给拱死的 典位在巅峰状态 也就是能跟徐楚打成平手 两人从尘时打到五十 又从五十打到黄昏 谁也没占上风 要是仅以葛碑之战为依据 我们甚至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 在关羽的青龙燕月刀下 典位的双铁戟可能支撑不过五十回合 典位因为死得早 才没留下被关羽击败 被张飞击伤的记录 这就跟某人吹牛一样 我不会游泳 但也从来没被淹死过 我根本就不下水 典位的永汉是有目共睹的 但是把他排在三国二十四将第三位 徐楚肯定不服气 关羽也会把他当成土鸡娃犬 查标卖熟者 徐楚和徐晃联手也打不过我 你又何足倒在 关羽这样说也不是妄自尊大 在下批城外 土山之下 徐楚和徐晃联手 确实是被他一鼓作气打跑了 这在三国演义第二十五回中 写得明明白白 这就不需要小编赘述了 虽然没说关羽用了多少招 击退徐楚和徐晃 但显然三人交手的时间不长 要是徐楚和徐晃能多支撑一会儿 刚才诈败没跑多远的夏侯敦 就赶过来围攻了 如果关羽是被夏侯敦 徐楚徐晃大落马下生擒 就没资格提这么多条件 关羽也不必那么礼貌周到 关羽可能会像吴义那样 说得理直气壮 伙计背钱如何不详 关羽详汉与降曹并没有任何区别 这不过是大家都有个台阶下 曹操之所以肯给关羽这个台阶 就是因为当时的曹营 没有人打得过他 即使点尾复生 而且把揮出双倍战力 也不是关羽的对手 徐楚曾和点尾徐晃单挑过 结果证明三人武力不相上下 这时候问题就出来了 徐楚和徐晃联手也打不过关羽 却为何能跟马超战230回合 马超之勇不在关羽张飞赵云之下 这一点被他20回合击败的张和可以作证 就是关羽张飞赵云本人 也没有把握能在20回合击败张和 张和跟张飞赵云都打过 扬山之战 张和跟赵云大战30回合后败走 汉中之战 张飞和张和两将在火光中 战到三五十和 以张和为参考物 张飞和赵云可能都不是马超的对手 以徐楚为参照物 一个关羽能打两个马超 这就有点令人费解了 小编想了半天 也只找到了三点原因 或者说三个弃字 自古以来都是狭路相逢勇者胜 穷在街头打架 也是横得怕愣的 愣得怕不要命的 演艺小说基本都是以真实历史为依据 进行必要的艺术加工 所以我们才能从小说中 看到历史的影子复战勇气也 要想克敌制胜 勇气是必不可缺的 如果没有与敌皆亡的勇气 十分本事也就能使出三分 除了勇气还需要足够的力气做支撑 如果只有勇气没有力气 挑战一流高手就等于插标卖手 元少的大将文丑就是力气加心气 这才会被关羽三刀砍跑 结果就悲剧了 大不过也跑不掉 被关羽脑后一刀斩于马下 到死也没看到那耀眼的刀光 除了勇气和力气 大将单挑似乎还需要一点唬气 虎吃许楚无疑就是有一些唬气的 张飞抱头还眼 眼额 虎虚 自然也是虎虎生微 把这三气摆在一起 我们就知道 虚楚和虚晃为什么会在关羽青龙刀下肃败了 他们的任务就是拦住关羽 曹操并没有让他们跟关羽拼命 曹操和成玉已经定好了计策 只要困住关羽就算完成任务 伤害关羽等于任务失败 这两人打起架来束手束脚 想在不打伤关羽的情况下将其生擒 比击杀可要困难好几倍 除了没有必要拼命 许楚和许晃的兵器在关羽的青龙燕月刀下也很吃亏 许楚的大刀 许晃的大斧要的就是势大力尘的威猛劲 但是跟身高九尺首提八十二斤重刀的关羽比力气 还要掌握分寸 这等于叫花子跟龙王比爆 当时关羽是拼命突围 恨不得一刀就把关羽和徐晃砍成四段 下手当然是毫不留情 在力气和勇气两个方面都很吃亏的许楚许晃 自然是没有虎气只有洋气 顶不住就只好撤退 反正后面还有一个牛皮糖 下猴端可以收拾残局 在加盟关大阵马超情况就完全不一样了 当时马超是寒马联军一方主帅 他的目标是曹操而不是徐楚 对马超来说 杀不杀徐楚都无关紧要 同归于尽更是亏了老本 徐楚跟马超恰好相反 前几天曹营猪将被马超追得四散奔逃 曹操割须气袍才得逃生 这对首席保镖徐楚来说 已经是奇耻大辱 所以他一见马超眼里几乎 又喷出火来 马超见了两眼血红的徐楚 也有些干颤 他是碰上不要命的了 剑操背后一人 睁元怪眼 手提钢刀 乐马而立 目射神光 威风抖操 超不敢动 乃乐马回 马超在头一天已经弱了气势 第二天也没有跟徐楚玩命的打算 再加上他并不以力量渐长 生得面如腹粉 唇弱抹珠 腰系绑宽的马超 力量显然不如身高八尺 腰打实为的徐楚 徐楚有勇气 有力气 还有十分虎气 所以在跟马超单挑的时候 完全是一种不要命打法 先脱了盔甲 又扔了大刀 就是想跟马超 拼个你死我活 什么张 法招式通通抛在了脑后 楚 奋为举刀 便砍马超 超闪过 一枪望出新窝次来 楚气刀将枪斜住 两个再马上举枪 徐楚力大 一声响 傲断枪杆 各拿半截再马上乱打 这种类似泼皮的无赖打法 马超显然很吃亏的 碰见不要命的徐楚 估计关羽和张飞也会很头痛 于是问题就出来了 徐楚曾跟徐晃联手 而被关羽击退 如果同关前 要取曹操首级的不是马超 而是关羽 徐楚活出老命 能在关羽的青龙艳月刀下 只成多少回合 从跟徐楚交手的记录来看 关羽和马超谁的武功 更胜一筹 他们三人在同等条件下单挑 最终还能稳坐刁鞍的会是谁